在教会里面比较容易带来分争分歧的事情 这个我们要谨慎好不好 今天我这个地方我也讲一下 比较容易带来分争分歧的 虽然可以有无数种 但是我想列出五种 特别这五种我们要谨慎 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不要给他一个通道 虽然有很多 但是我认为五种 是我们弟兄姐妹 从我们长老指示 这种弟兄姐妹都能够会参考的 也盼望各位谨慎 第一就是跟这个钱财的利益得失有关系的事情 我想请弟兄姐妹不要小心 因为这个地上人都会知道 人都关注钱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越有价值的东西 这个有价值的东西的一些得失会发生的时候 或者有可能性会发生的时候 很容易会造成人的情绪的波动 所以要谨慎 我们主耶稣基督去到圣殿的时候 圣殿 哇 外面很多人做买卖了 就是全部打翻 那个银钱 然后呢 这些动物啊 全部赶出去 对不对 然后搞乱了 为什么我们主耶稣这么做 各位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这么做 第一 当然他们的心 不在上帝 我的家是祷告的店 你们把它变成贼窝 对不对 做买卖的地方 第二 你要知道 这个在教会靠近做买卖的时候呢 总是有那个complication 很复杂的事情会发生的 有时候可能在圣殿外面买了一个鸽子 进去 为什么脚断了 就来回去 这个羊为什么不好的 你跟他讨价还价 这个东西在圣殿外面发生了 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呢 我个人来说 我绝对反对 在教会里面 什么买卖啊 传销啊 什么investment啊 投资的东西 我反对这些东西 在教会讲 这是绝对的 我 我祷告过这个东西很久 很多 有些牧师是政治传销人进来 你可以带很多人来 这个我不知道 我什么牧师来的 我最降的牧师 是很大的一个question 这些东西呢 比如说如果好 我讲过 如果你真的 牧师当时用的好 或者这些产品好 你按照爱心送给你的肢体 可以不可以 你按照爱心 我们教会都是爱为主 爱为中心来做的 你送给他 那没有钱的关系 用的好 感谢主感谢你 用的不好 这个没有钱的 人家爱心了啊 我怎么能够批评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是带来最好的 那如果 那这个地方要多研究 或者要参考什么东西呢 不要在这么宝贵的教会里面的 前后的时间讲这些东西 各位等到 你们自己约在外面 还是什么 自己谈 这个东西 总是有一个圣洁 总是有一个分别为圣 总是很注重 跟旁边肢体的关系 总是尽可能不要让纠纷引起 各位思想我讲的东西 跟钱财有关的东西 跟钱财会得失 现在好 因为大家都有钱赚 没有钱赚了 或者东西没有用了 或者有害处 马上就是会出现纷争 就会来的 各位理解吗 这个是一个原理来的 一个原理 不但是智慧啊 是原理来的 所以我们主耶稣基督 他赶出那些做买卖的人的 用意在这个地方 各位要知道 所以我先讲这个东西 很容易给魔鬼撒旦通道的地方 要谨慎 第二呢是各位还不明白 有一些客观的真相 然后就马上下定论 说显话 各位特别 各位要谨慎 是各位的口啊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 我们慧君传道也讲到 这个嘴巴的言语啊 各位你一讲出来的时候呢 你自己听到 你旁边的人听到 很多人听到了 然后这个话 很奇妙的 你还没有证实之前 你就自己看 哦 是这样 你认为是这样 然后你马上就讲 那人接着你的误解 再加上他自己的误解 更误解 这是我每次发现 人口带来 这个传话 真言书也这样讲 这个讲这个gossip的东西 讲这个还没有事实证明的东西 就是这样传 有时候越讲学气的话 越讲越气 这些东西 各位尽量 在教会里面 晓得怎么 祷告 勒住你的口 因为堕落的天使 跟公义的天使是活的 借着人的话语 他动工的 所以你没有经过祷告 没有一个客观的事实 你马上就讲的 冲动的话 启示的话 夸耀的话 学气的话 你这样讲出来的 你必定下面需要负责任的 各位 人的话是 人家都说嘛 对不对 你人讲出去的话 像泼出去的水 水怎么收回来啊 你讲的那句话 刻印在我的心板上了 有些我用东西 泥土弄脏你 帮你洗衣服就可以了 这个话进去的时候 洗不掉的东西 当然我们都有说错 但是主怜悯我们 我也很多时候说错 但是 我现在是除了 讲到比较多以外 我在家里也不是很多话的 你们问师母 当然有时候该交谈的谈 但是不是机器杀杀很多东西的 各位如果跟旁边的人每次有纠纷的话 各位减少自己的话 百分之五十 绝对关系好起来 阿们 阿们嘛 真的阿们 所以 口要勒住 如果有什么东西不懂的话 各位先 问过牧师 或者问过旁边的弟兄姐妹 明白整个很客观的事情之后 最好是这样 有智慧的做法 第三呢 各位教会里面每次有这个代沟的问题 也尤其是年龄上有代沟 或者文化背景 或者地位上有代沟 各位这些东西都是各位要谨慎的 我们的做法是一般上 跟我背景或者年龄很不一样的人 我们就少接触了 不跟他多讲话 各位知道吗 你少接触那个人 你更不了解他 当你不了解他的时候 当事情发生 你是更容易对他有误解 听得懂吗 因为人的很多的分歧纠纷是 因为我不理解那个人 但是如果肢体的之间 跟彼此都认识 你是这样的人 你是心智口快的人 你智爽的人 你是比较考量过的 都知道人是这样的 那有时候他们得有一些举动或者什么 你知道他讲了就算了 明天就没事了 对不对 人也有情绪嘛 人都有情绪的 这是你理解 你才能够这样的 你不理解的话 好像老人家不理解 年轻人总是这样 对我们没有尊敬 上面的疑老卖老 每次都是我们年轻人 看上面的人都是这样 所以这个不交通的时候 就很容易出现误解 所以各位要祷告 我是盼望我们生命堂的弟兄姐妹 可以的话 我们教会不多 不多人 教会不多人的时候 各位要谨慎的是什么 刚才我讲的 你的口 对不对 因为这个是一传 整百个人很快会知道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要谨慎 第二呢 不多也是一个好处 那各位接触彼此很快 很容易 容易理解 就是问候一下 理解一下 有病的人跟没有病的人 不一样 有病的人 可能各方面行动比较慢 没病的人比较快 对不对 有钱跟没有钱的人 对 都有 教会里面不同的人 各位理解那个情况 然后彼此帮助 第四 各位 这个也是我今天要讲的 有时候人有一些很 及时的帮助 真的很需要 那如果我们忽略这个东西 尤其是我们教会前面带领的 从我开始 如果有时候我们忽略 人有及时的一些需要 或者他们需要你的牧养 或者需要你的理解 或者在某方面 物质上还是什么 都有一些 真的 真正的一些需要 那或者他家人病了 家人 还没有信主 那我不管 或者这样 或者太忙 还是什么 没有去管的话呢 这个会造成人 很大的伤害的 这个我发现是这样 所以 我有一个地方 比较愧疚的是 我施工越来越忙的时候 有时候我也会忘了 有一些事情 或者有一些弟兄姐妹 当然我是尽量 尽量教会就一百个人的时候 那放在心里面 大家的情况 孩子的情况 家里里面什么事 都放在心中 但是 我还是 我不是超人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真的盼望下面 长老执事 你们为弟兄姐妹祷告 也小组长 有一些 你们心里面有感动的 你们自己关怀 或者说你们让牧师知道 那牧师常常出国宣教的时间 也越来越多 我就说过 只要我在这边本会的时候 你们有什么事 你们直接打电话给我 如果你们真的要找牧师的话 你们打电话给我 没有关系 晚上一两点打来也可以 就是 你们 就是找我跟我讲 那我不在的时候 同工们都在 所以我很感谢主 我不在的时候 我们长老自明子 有一些事务性的东西 做得很好 我们会均是牧养的东西 都做得很好 所以很感谢主 但是教会里面是 总是有急需的时候 一些弟兄姐妹的 一些急需的情况 会要知道 要帮助的 我会均是牧养的东西 我会均是牧养的东西 我会均是牧养的东西